刻意曖昧 預備留一手 以後有甚麼可以作為藉口 有渣拿捉住你 檢控等等 他是有藉口亦有理由 這真是令人非常遺憾 之前聶德權有跟我們解說遊說功夫 他當時完全沒有提 今天是完全新的事 第一當然是檢控期 追溯期 說是兩年可以去到 本來是半年的 他的姿態是想一網打盡 一個不留 to make sure nobody gets off the hook 就是這種政府的態度 而剛才聽到記者會 我們都是有記者不停地問他有關在議員宣誓 和播奏國歌 播唱國歌的時候 這兩件事 這兩個場景 是否應該是當一個場景來看 有人宣誓是沒有問題 但是他播唱國歌的時候 他遲到 假設 那算怎樣呢 是否不尊重國歌呢 因為任何方式侮辱國歌都是犯法 是嗎 是嗎 他是完全是刻意經營地 他們是不知可否 等你猜 這個是一個司法上的威嚇 而他們自己不停的僭建 另一樣就是 之前聶德權提都沒有提過 連國際學校都一定要教 要學會 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 這個本來應該是不需要的 你給國際社會的感覺有權用盡 很多人都問我們法案委員會會怎樣 我們盡量希望仍然開公聽會 我會向整個民主派建議 由郭榮鏗代民主派去選政府主席 我理解建制派那邊 他似乎政府主席都是想獨攬 似乎是 但是就看看還有沒有商討的餘地 國歌法的內盟只要來到省南 就知道是鉗制人民的工具 有三樣的內容我是看到 和內地的國歌法是完全有一個出入的 第一就是關於檢控旗械問題 當大陸的法例是說半年的時候 但是我們香港是說兩年 而警暴處處長發現的是之後一年 那麼這裡已經是 香港明顯是長過原本的法例 多很多的了 第二就是關於罰則 罰則就是 大陸的做法就是 拘留十五天 當然他還有另一條條例說監禁的 那麼香港呢 國歌法明顯寫了就是 罰五萬元甚至監禁三年 是一個非常之長的刑期 第三 他說明 是你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 君屬犯罪 什麼叫做任何方式 這個是完全是任去說的 還有一點我必須要提醒各位在場的記者朋友 根據國歌法 他就說要要求中小學 按照一個方式 他們認為是合適的方式 來教育唱國歌 但是魔鬼在細節的 另一條條例 大家不要忘記是教育條例 第八十二括回一 裡面是提及到 就是說當 這個常任秘書長 教育局的常任秘書長 認為 當這個學校不合適來私家教育的時候 他們是會有職能提醒學校 最嚴重的 是可以 蝕奪校董會的成員資格 這裡是可以 衍生出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是否 第二天教育 就是 由這個國歌法 開始來做鉗制呢 我是對於這條條文 是有很多的憂慮 相當之多的憂慮 政府的施政如果能夠照顧到人民的利益 人心就自然歸順 對 他所住的地方 政府 國家 自然 就會 有向心力 有愛國心 但是愛國是不能夠 也不應該透過國歌法 這樣去鼓勵的 特別 如果當特區政府 透過這個有刑罰 有嚴重的後果 去影響香港人的言論自由 表達自由的話 更加是有欠理想 這個國歌法 裏面 定義貶選國歌 又或者是侮辱國歌的定義 含糊不清的情況之下 更要將這個提控期 可以延長長達兩年 亦沒有一個合理的辯解的話 我是不會贊成這個國歌法的 我會加入這個國歌法的條例 在國安委員會裏面 是去詳細提出我的質疑 亦都不排除會提出修正案 我作少少補充 我覺得 如果 我們說國歌法 是限制了人民 去表達的自由 其實不單止是這樣 今次是限制了人民 不表達的自由 因為我們國歌法的侮辱罪行 其實本身 當然與國旗法相關 就是如果你主動去踐踏國旗 侮辱國旗 那就是構成刑事罪行 今次國歌法 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 但起碼你知道 有一部分就是你主動去冒犯它 那就是一個罪行 但是 關鍵是今次引入國歌法的時候 它是將一個 第四條 這個 你應當有什麼行為 都引入了來的 而這一個第四條 配合了第七條 一起去理解 就變成為 如果你去出席 或者參與一個 奏唱國歌的場合 你不去縮立 不去舉止端莊 的話 其實就很容易掉進去第七條 這個就變成了 不單止說我不可以冒犯國歌 而是我在一個 奏唱國歌的時候 是不可以不表態 我認為香港市民是對這個 被人逼去一定要就住這些 政治圖騰去表態是很反感 也都不是一九九七年 就算是那時候的臨時立法會 去適應這個國家 國旗法來香港的時候 都不會有這個舉動 但是這次是有這個部分的 我覺得這個是很關鍵的部分 也都是我認為 我們必須一定一起去參加這個範圍會 是將這個部分拿走去的 另外希望大家都留意到 譬如說 我覺得無論是教育那部分 或者是對於立法會宣誓那部分 其實都是一些不必要的干預 就是本身學校教不教 那學校自己決定 基本法就是院校自主 那立法會我們是不是奏唱國歌 那是立法會自己的事情 那應該是由立法會自己去決定 就不需要現在由行政當局 去劃成添足 去將這個要求加在我們身上 議會陣線就會表明反對 現在這一條國歌法的醜案 所以兩款公司會成為 這條國歌的公司會否判 這條國歌的公司會是 這條國歌的公司會作為 甚麼會是 和平民 ils用來不過 National Anthem Law and they keep stressing increasingly that one country comes first and that would mark the end of Hong Kong and they would deliberately get so nebulous, so ambiguous to make sure that they would have some shadow, some unused weapon left behind so that you couldn't say for sure whether you will be in the hands of the law or that you might be hooked after all that's the idea, I should think Yes? The question is, why do you have a majority of people in the state of the government 現在我們要跟你們做過程序的解答 或者將 柯平說是這個選擇 向我多個宣誓的解答 肯定會不會參與再唱過程序的解答案 首先是否全部的民主派加入呢 萬一有一至兩個說真的事亡加入不了 我就不可以代表全民主派的會議的成員都說 一定是加入 但是我們會盡力而為 議會陣線應該就會全部加入 至於你說那個播唱國歌的環節 你意思是 它實施之後是嗎 實施之後這個是未來的事 但仍然是講不清的 就是我覺得一個最明顯的問題是 是遲到播唱國歌的時候 這個人是不在場 但是它宣誓的時候是沒有問題的 那為什麼它之前遲到呢 或者塞車 架車死火 諸如此類 家裏有些重要的事 那這個是不是可以成為一個 就是被帶上法庭的理由呢 它當然可以說 沒有可能寫得這麼仔細的法例 但是它有義務是應該解釋清楚的 它是故意含糊其辭 讓你的心是有些陰影在不知發生什麼事 它不停地強調聶德權 就是你說你是尊重國歌的呢 它意思是你就不會遲到的 但是人世是有意外的 它是怎樣都不肯回答你 好 這個問題真的太早 好 首先是不是明年去參選 第一 第二 你是不是選到先 你選到之後呢 到時才再重場計議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還有那個電話是誰